为一人父母都希望子女婚姻稳定 家庭幸福 可陈女士说 她的丈夫陈先生想法有点不一样 当儿子背叛感情的时候 丈夫非但不出面致指 反而是背地里支持 这事情都是瞒着我支持她的 她就是把那两个安排好 是这个意思 有这样的父亲吗 有 他就是这样的 这个我完全不认同 我也是急剧反对的 嘴巴里跟我说是不支持 背后她心里都是支持的 陈女士这样说自己的丈夫 她有什么证据吗 早五年去她说了 你好好的干 感情我不管你 车买一个给你 房子再另外给你一套 陈女士说 她们夫妻通过三四十年的辛苦打拼 在当地积累了不菲的财富 房产店面共有十多处 还有自己的工厂 现在儿子有了外遇 丈夫还提供经济帮助 在她看来 这就是公开支持儿子分手 家里有一个好媳妇 做父亲的为什么还要支持儿子分手呢 从丈夫陈先生说的这句话来看 他支持儿子分手恐怕是真的 那么他做出这个在常人看来极不通情理的决定 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吗 这个事情落在哪一个家庭 我觉得人心都会感到大展 观察员廖阿姨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在这起特殊的夫妻矛盾背后 究竟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调解即将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两位都姓陈 陈先生和陈女士 今天来到金牌调解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两个人的想法不同意 那你是希望经过调解之后 经过调解之后 我想把我的财产的问题 把我自己的财产一半放给我 你是希望做一个婚内的财产的分割 这样做你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我是要把自己今后的生活 发展我顾自己的生活 他一半的财产随便他怎么安排 那陈先生呢 我跟我老婆主要的矛盾就是说 对儿子婚姻问题 我们两个人的处理意见 不同意 他那因为他的观点是对的 我因为我是对的 正因为不同意 引起我们两个人老师吵架 没法生活 各位庄家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下一步决定我儿子这个问题 该怎么做 我说金牌调解各位庄家给我们解断 怎么样解断 我要保镜 下一步怎么做我同意 那关于他刚刚还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婚内财产的问题 婚内财产的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 他这个要婚内财产 他就是说 对处理我儿子的问题 他扭不顾我嘛 他意思说 那么你把我的一财产嘛 就给他 意思说你 怎么要交一败给儿子 怎么败你败光了 我也不管 他就要赌气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们之间最关键的问题 还是在儿子的婚姻 对儿子处理好了 我这里就行 在儿子婚姻的问题上 陈先生夫妇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 而这个分歧 为什么会导致两个人来均分家产呢 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们得先简单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 今年33岁的小陈 是陈先生夫妇的儿子 13年前 小陈通过自由恋爱 与当地姑娘小杨结合了 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可是就在结合的第三年 小陈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 从此背叛了小杨 他就跟那个女的好杀了 就离开街了 就跟那个女的住房子 跟那个女的住一起了 小陈背叛家庭 而且一背叛就是十年 这在道义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身为母亲的陈女士 也接受不了儿子这样的不负责任 所以事情发生后 他第一时间就要对儿子 采取强硬措施 可是丈夫的一系列举动 却把事情演变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本来给媳妇一起开店的 她说这个店不给媳妇开来 要自己一个人开 那么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我是怕她 只要交给她 她外面的女人 她是大老板的 担心我怕那个女的过来 会把她败掉 后来真的白了 后来店里的东西 全部给她卖空了 生意不太有了 每天一大把人在那里打牌 就在这个事情上 妻子她的担心是 因为这个事情 可能会对于儿子的感情问题 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坏作用 这个我的想法 我就不是从这个角度想 那你认为她担心的有道理 因为她的出轨不出轨 根本不是这个店 给她开不开的问题 她这个亏赖的企业 并不是说给外面交女人化掉的 关系是我儿子 她没有好好的经由这个店 所以你的意思是 她开不开这个店 和儿子的感情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没有必然关系 那她为什么 这个店交给她了 外面房子住了 跟女生一起住呢 陈女士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她这个店交给她了 后来外面房子住来了 出去住了 这个跟她开了这个店 有必然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有起了嘛 可以走了嘛 我意思是说给媳妇一起开 她也不会这么 媳妇肯定也要看着的是吧 这个我也不会不加钱 她在外面住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她就是跟那个女的一起住嘛 一起住 是那个女的住来的 还是我儿子住来的 我不知道 跟住 我的感觉 我儿子手头上的其实很少 没有什么钱 到现在一直为止 我儿子都说 那个女的其实被她还掉 她并没有钱给那个女的还掉 陈先生并不同意妻子的看法 在他看来 在事实尚不清楚的情况下 就对儿子进行经济制裁 未免有点武断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 妻子陈女士的判断似乎有点道理 因为在儿子和第三方搬出去同居之后 儿子经营的店面倒闭了 经济很快就陷入了窘境 这个时候 儿子和第三方的感情也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女士觉得 对方应该是冲着钱 才和她儿子走到一块的 只要不再给儿子经济帮助 这段感情应该会自然夭折 可是这一回 她的丈夫还是没有听她的 我儿子呢 他就在外面呢 就傻粉了 就是打工啊 好多那种 我开不下去了 我想自己这么多事业 这个儿子嘛 在外面嘛 无数是事 我的学校呢 已经苦一段时机了嘛 以后有的肥胜专益啊 我就要把它呢 叫到厂里来盖 我是这么想 如果这个厂里能好好盖 是吧 我把它培养起来 我最终这个厂里 总是交给自己儿子 结果没 叫那个盖个盖吗 盖个百年 不到呢 他又要走掉了 而且盖到故情当中呢 也不是好好盖的 又走掉了 我说你不要管他 二十多岁人呢 让他自己去生活 他出去一段时间嘛 我老公嘛 后来去 又放心不上 又把他交互来 又去给他用来 我回来可以 我外面的学期起来 你把我 叫他给他失望 我继续发态 我说这个是来批来的 你叫过来 你应该要有什么压力 有什么条件 给他 你没有条件 叫过来 要来就来 要去就去 随便他 这样我说你是害儿子 不是 所以说他说这样的话 这个想法给我不一样 我是很不 很兴起的 你说这样的话 很欲望我的 他老实说 我把儿子叫来 没给他抬好 我哪有那么少的 我叫来 都是抬得很好的 你怎么做还是抬 他都保证的 要回来 给那个女的分开嘛 后来有一次 你说我弟弟出灭的 把儿子说服 我儿子你 给我弟弟那边 你保证好 我弟弟过来 给我说了 这次给我打保 意思说你两个人 就是说接纳他 后来你我儿子要过来 当着灭 都说好的 说了什么 现在回来 这场里干 跟那个女的也分开 他就说 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这样的我们想你 也就退步啊 那可以给你一点时间 叫他回来 只要给他挖个钱 把他呢 这几年这二米 切起来的 在哪 罚掉 那就同意 那他也这场的 也不是我一个人救救 我弟弟来打保 来说情的 就说清楚了 给几个月的时间 给五万块钱 让他把这个事了了 这个五万块钱 他不是说给女的那个了了 是给他外面切起来的 在哪 他说我是反对的 我说看不好的 我说你这个钱 这样给他 这个女的实际上是来撇 他说这个女的走掉了 我说两个月就回来 真的两三个月就又在一起了 这个行为 你爸切给他嘛 这个女的说你家庭调节 他知道了 你爸也放不下儿子了 他就不走了嘛 陈女士觉得唯有对儿子 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 才能让儿子在背叛感情的道路上 知难而退 但让他遗憾的是 丈夫根本不听他的 丈夫在儿子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 扮演着雪中送炭的角色 这使得他们丧失了第一次切断儿子 和第三方联系的机会 儿子还清了外债 手上有点钱了 又回到了第三方身边 但没有坚持多久 儿子在经济上又陷入困境 陈女士心想 第二次切断儿子和第三方联系的机会到了 然而让他十分不解的是 丈夫再一次选择了支持儿子 这一次 丈夫要支持儿子和第三方共同创业 他跟那个女的一起了 后来就开发店了 把人家发店打过来 打过来 要借钱 要这个 我不管他 我说你给他开 我说一份钱也不会出的 后来他跟我说 你给我钱给他一点开发店 我说不行 给这个女的开 我说不会给他的 赚来不是你儿子的 快掉是我们的 我说这一家上他老婆还在 你如果给他老婆知道 给他账目也知道 说你大人也不是人 只要把我说了 他说那对的 不给他可以 答应我了 过来一个多月 偷偷地用这十万块钱给他了 你觉得丈夫的这个行为 对儿子他这段感情的处理有帮助吗 没帮助 害了他 还是害他 开发店 那个女的是投资那个发店的 另外有一个股东退出去 要撞了 我儿子呢 他说自己投资 自己投资 我为他要多少钱 他说自己还有一点 结果我给他十万 后来我就给他了 这十万给他呢 我是没给他说的 就是说他最要 儿子投的姿势 投在那个女人开的那个饭店里面 入了个股 那个发店也不是那个女人开的 那个女人也是一个股份 是另外一个老爸 就是他们都成为这个饭店的股东 一起来投资做这个饭店 对 在妻子看来 你这不是在帮着儿子 继续跟那个婚外的这个女人在一起 合伙还做生意 那他们的生活不是更稳定了吗 那他刚刚担心的对你们的媳妇 还有媳妇的家人 没有一个交代 这是他担心的 我的大事 撬重点 是我儿子 有没有事业 我儿子如果事业有成 其他的事情 我的观点是 那他自己决定 我是这样的 那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你事情挺了吗 所以说关键的 撬重点不一样 我因为儿子有事业了 自己内心强大了 婚姻问题 如果你能救一个老板 你可以能解决好自己的婚姻 陈女士同意丈夫的这个观点吗 不同 家庭如果搞不好 你那个祝福不好 你家庭是要搞好 你不可能的 我考虑过她的想法 我以为她的风险更大 之前现在三十三岁了 再之前跟我六十四十岁了 已经一个年轻的倡业的年龄都过去了 没用了 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儿子做事业这个东西 还没做起来 那比这个婚姻情感问题 要没解决好 所以说什么目的都没达到 陈先生认为 在儿子已经铁了心的情况下 对儿子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 未必是个好办法 弄不好 儿子的感情问题解决不了 还会把儿子的事业前途给毁了 听起来陈先生说的也有点道理 不过 他的妻子陈女士觉得这纯属狡辩 因为在儿子背叛感情的整个过程中 丈夫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一开始我儿子 那个时候把他拉一把 拉回来的 后来到了三四年 他说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你婚姻问题我不管 随便你自己 你过来做好了 我车要买给你 房子要给你套 我说他这个话说不对 你这个话一说 这个女的住不住 可以拉住 陈先生说过这个 你知道吧 我这个话是说过的 陈女士说 丈夫最近还偷偷的为儿子买了两个店面 都装修好了 他实在接受不了丈夫的做法 店面买好 他装修装好了 我也不知道 也不跟我说 装好了楼上住人 厨房间什么都搞起来了 我听人家说 你的儿子要住在那里一个 那里开好住那里了 哪个女的去了 他这个厂里就不好吗 我正好有两只另外新买的地面 是一个新开发的市场 他在外面浪漫 我叫儿子 我说要么这两只地面你去开起来 开起来 甚至看你自己的本事 你不能开起来 他意思说这个地给他开 他如果不回来 不给那个女的分开 我是这样想 这个地也不要给他开 如果我弟给他开 等于是支持他 他要给我一败财产分好 我意思是这样想 你把他开起来 两个人 他可能两个人住进去 但是我儿子说是他一个人的 那个女的不会去 不可能的 你傻的 我说不行 这样开起来 你没有市场没有生意 你两个人在那里 你说要管儿子 你把他开起来 我供他吃 供他用吧 我说你茶里现在没人 教人 用人 现在要搬茶 我说 你为什么把他放在那里 浪费时间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就是把他安置好吗 我是看不好 我是看不好这个事 刚刚陈先生说 越搞越烂 越搞越烂 再要搞 那个女的永远不会离开 就是在这里了 这个分开开前 给分开这个分开 我是不保习法了 你死你了 你死你了 你死你做多少事情了 你现在还需要他回来 还需要逼他 我认为是 已经是不可能了 他就要救你 是在逼儿子的绝路 就是放弃叫儿子 他说我不要叫儿子 在陈先生看来 如果按妻子的想法 持续对儿子进行经济封锁 儿子可能这辈子就毁了 管不好儿子的情感 就管好儿子的事业 陈先生觉得这是正确的选择 但观察员廖阿姨 并不认同陈先生这个观点 我在这里 我旗子鲜明地支持你的妻子 场上的男人 你是个男人 你为了你儿子能幸福 你可想过你家媳妇幸福吗 她也是为人之女 我觉得你的妻子是个善良的女人 当你的儿子在外面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你不是站在你妻子的位置上 去挽救教育 甚至不去争取儿子 能够让他意识到 自己这种错误的行为 你是站在你妻子对立的方向 你的儿子 我觉得今天走到这个地步 跟你也有很大的关系 父亲是儿子的榜牙 当你的儿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的妻子痛不欲生 他可以说焦虑痛哭 也许说已经到了抓狂 他为什么说要保存自己的一半财产 他觉得这个儿子就是个败家子 这个事情落在哪一个家庭 我觉得人心都会感到大战 你如果作为一个男人 是吧 跟你的妻子应该是保持一致的态度 我觉得你的妻子不会状态 她真的想离开你吗 她真的想要分 分掉她那自己一半 来保全自己的财产吗 她是破语无奈 父亲这边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 本来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 你希望要经营家庭一切东西 但是假如你一直处在一个社会的底层 在一个贫困线之下 你所有的其他东西都是空谈 所以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 他才可以慢慢主宰自己的家庭 这个方向本来是没有错的 我其实也挺赞同的 只不过我发现了一个点 就是你缺了一点东西 你是因为父爱 但是如果真正的是父爱 我们可能希望儿子变成一个有事业的男人之前 应该想到的是什么 应该想到的是 让他经历磨难 经历风霜 去吃到应该吃的苦 他才可以变得坚强 这样的男人才有可能真正的打拼出事业 并且能够守住事业 可是你所有的表达我希望他事业的观点 是我看不得他吃苦 我受不了他受罪 我不希望他一直在那种底线挣扎 我希望我什么东西都给他建立好 然后扶持他 扶持他上马 他就能策马扬鞭 今天的儿子 其实经历了那些打工流浪 那些经历 其实每每想起来 你是心疼的 但是你只是看到了自己的心疼 你可能就拼命的希望儿子回来 你给他构筑一个好的环境 可是实际上我告诉你 对你儿子来说 他真正品尝到了什么叫生活的苦 他今后才有可能真正获得生活的甜 所以最终就是一个建议 过你们两个人自己的生活去 不要去干涉儿子 儿子需要帮的时候 你觉得有必要帮就帮 没有必要帮 尽量让他自己去成长 这才是一个男人真正的样子 观察员廖阿姨和徐晨刚 对丈夫陈先生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可陈先生却很委屈 他表示 经济上对儿子的支持跟道义毫无关系 这不过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怜悯之心 再者说了 对儿子感情背叛和第三方同居的是 他的态度从来没有含糊过 一开始我都是结局法队的 我打 大家都打过他 他都没开机了 我都打他 女方手机里也沟通过 他说不费的 他那个电话里都给他要发微信 沟通的他都是骂 骂来骂去骂来骂去 就没法沟通 好好跟他说过 刚开始好好说过 这个女的说不费不费嘛 嗯 不费不费的说了要不顺受 那个女的说了也不顺受了 就这一点啊 陈女士至少陈先生他 在开始的时候他也是有态度的 并不是没有态度的 这一点你认可吗 这个 他沟通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意味着他没有错 那几次去找我好去闹好 都是我逼他一起做的 那除了这种沟通之外 后面还有过什么样的办法 说阻止儿子这样做吗 派出所送过两次啊 那是怎么回事啊 把他儿子跟那个女的同居 在那个房间的同居人找到 找到我们一起嘛 夫妻一起去打清酒 把他两个人逮住 逮住把他送到派出所 叫他以后要放开 派出所也要他写保健所写掉 以后你不用在一起了 都有那个老婆有子女啊 那个女的也不要 那个女的有少同意 保健所写好了 谁写的 那个女的呢 写要数字也不跟他 是那个女方写的保健所 女方写我儿子也写都写了嘛 写了都分开 分开了 好了 过一个月没到要爱在一起了 我感觉到我这个儿子就是说 好像鬼魅心窍一样的 叫我们外人开来 我儿子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好多地方都是在受苦收纳一样的 很苦 他批评要这样救 如果他儿子有进场的理智 他随都会写 如果说只要回来 老爸说哪天的有这样的条件 你肯定有车有房子有事 有什么都有 是吧 有女儿也这么大很聪明又漂亮 一个家庭是吧 很和睦很温暖的 鼓起来会很幸福 但是他套到这所有的一起 要跟这个女的在一起 陈先生表示自己已经尽了力 可陈律师却说 只要丈夫不对儿子进行经济制裁 那就是一种包庇 我老公当面给我说是不支持 实际上背后肚子里是另外一个想法 夫妻俩不是一条心 陈律师感觉自己做再多都是白费力气 气愤之余 他表示他再也不想管儿子和丈夫的事 他只想一个人省省心 我现在也管不了了 如果他不要我媳妇离掉 我要不阻止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让儿子明确地表个态呀 那至于他的这个感情生活 他到底要怎么样 他可以明确地拿个态度出来 不用这样子耗十年嘛 再说这个他也是有风险的 法律的风险在呀 你有婚姻有家庭 你这样如果是以一个夫妻的名义 在外面同居生活的话 这也涉嫌重婚呢 他是这样的 我儿子呢 我儿子给我前面这个儿媳妇呢 是没有领过结婚证 张燕的问话 突然问出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原来小陈和小杨 当初因为年龄问题 并没有领结婚证 这使得本场的条件 变得更加复杂 他女类这个呢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儿子为什么不能明确地 就这个事情做一个了断呢 那如果他 就了断 他很久就提出来 给我儿媳妇 都提出来了 他女类 我儿子门下的那套房子 给他女儿 给他儿媳妇住到老 是吧 就是说 要给他离开 我儿子的态度很明确 儿子是有过这样的态度的 很明确的 那是媳妇不同意吗 媳妇呢 把这个皮球呢 都提到你 我们两个人生下 她说这个 给你老爸老妈说 你老爸老妈 等到去 我媳妇是这人太好了 因为他这句话 都给他顶住了 不是我儿子买的 也就是说 最后儿子这个态度 之所以不能够去落实的话 最大的原因是在成语 是这里 是这个意思吗 他都说我 他继续不同意 是不是因为你的 是你的坚决反对 实际上不是的 我早就给媳妇要疏固了 我说你真的这样 你有地方 有难的好的 你要去嫁人好了 不要给他耗着 他意思说我不嫁人 我是把这个女儿带大 那你有什么办法 是吧 他们这么说 我把他叫住 一个人把我叫得住 就当时对于儿子 明确提出来的那个态度 你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先不谈媳妇 我也是这样 我是说 你不要可以 这个女的我是要不要的 不能给你上门的 我说你不要 你重新去找 你老婆不要 你好好的把人家解决好 我说这个房子写给帅女 我媳妇那天要是这样说 那如果说儿子他要坚持呢 你有什么样的态度出来 要坚持我现在就是这样说 如果我老公我儿子 接着要那个 你别把我切进去 你设计给我儿子的事情 儿子的事情把我切进去 儿子的事情把我切进去 我不管了我发生管不住了 把我一半的财产给我 他一半的财产随便他怎么安排 他实际这样不是毒气嘛 谁都知道嘛 从妻子陈律师的种种言行来看 陈先生的理解没有错 分割财产并不是陈律师的直接目的 他的直接目的 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逼迫丈夫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 共同阻止儿子继续错下去 如果这个目的达不成 他才会有分割财产的诉求 因为在他内心一直都在担心 儿子婚外认识的这个女人 会把他们夫妻俩辛苦积累下来的家业败光 儿子小陈婚外认识的这个女人到底怎么样呢 为什么长达十年他既不和对方分手 也不和对方结婚呢 他辜负了家庭辜负了孩子 误人误解 他真的就愿意这样过下去 搞清楚小陈心里的真实想法 也许对解决父母之间的矛盾很有帮助 我们决定给儿子小陈做一个电话连线 喂 是小陈 你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节的 现在你的爸爸妈妈呀 在我们这调节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 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呢 可能最大的一个焦点还在你身上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他就是说我婚姻的事情 嗯 对 那对于你的自己的这个情感的这一块 跟你的这个婚姻这一块 你自己到底怎么想的 我是要跟以前那个 要分掉的 我是准备跟现在这个女的朋友要在一起的 妈妈是对现在的你的这个女朋友 特别的不认可 认为她品行不好 都是她认为的 她根本就不了解了人 那 这个事情 好像都你们这样子僵持着已经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对 主要是我妈最僵持 是因为妈妈不同意 对 对 你当时有好好地把这个事情 就是跟父母 包括跟你自己原来的这个妻子谈一谈 尝试过好多次 他们都不好好理跟我谈 那我想问一下小陈 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对于你原本的这个孩子的妈妈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以前就是觉得想亏欠她 嗯 现在呢 现在时间久了嘛 也没什么 没感觉 这件事情 十来年一直是这个样子 你自己处在这样的一种 生活状态当中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感情生活 我感情生活其实很简单 就是觉得好嘛 就能在一起 因为没感觉 那就不能在一起 你看哈 你前面告诉我说 你之所以没有跟前面的做一个了断 是因为妈妈不同意 那其实妈妈现在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女朋友 也是不同意的 但是你却依然坚持 这不是很矛盾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反正是他们要 一直要求我这样那样 反正我不让他们要求来了 就什么都不行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 你这样的一个选择 或者你这样的一个做法 不管是对于你前面的感情来说 还是对于你现在的感情来说 你相当于都没有一个了断 对啊 所以我想要有个了断 我要了断 他们就一直在中间闹 就不能好好多想谈 那你现在说话 爸爸妈妈也能听得到 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 跟他们说一说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们也想我好 我这一点我知道了 但是有些东西 不是说你们认为想我好 就是好的 所以我最好他们什么都不要管 或许我还过得好一点 我也可以像正常普通人一样 我在外面打工 我上个班 也过得很安稳的 你可以很坚定地告诉他们 你未来的生活 你想怎么安排 你可以试着 在今天这个场合告诉他们 好不好 平时已经说过了 只是他们自己 能不能听进去 是他们的问题 不在我身上 是他们非要 将此事 越闹越僵 其实今天爸爸妈妈能来 本来人家离婚干嘛 都是很简单 可以很和平平地解决的 他们一定要闹得天方地附的 小程你好 你好 我是观察员 刚刚听了你爸妈介绍你的事情以后 我首先再想一件事情 您小孩多大了 13岁了 13岁 对吧 马上进入青春期 我首先想问一下 您的想法作为父亲这个身份 你怎么考虑这个事情 我也希望他好 你也希望他好 但是现在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你心里面对孩子 会不会有一种愧疚感 那肯定有 肯定有 那你希望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希望怎么来担当好这个父亲的角色 孩子的问题嘛 我想是要是两个人都相互承担一些 你是指承担什么 孩子的责任问题 就是抚养问题啊或者他的平时生活 那问题是现在十多年了 对吧 您觉得作为父亲您承担了什么呢 那 这是我这一件事我是没做好的 没做好的 对 因为我这十年一直在外面流浪的 假如说 现在这个您这个情感 个人情感问题 和家庭矛盾问题解决了 您打算怎么来承担这些 所谓父亲的责任的事情 那孩子只要是他妈愿意 愿意让我来扶养吗 我来扶养 您现在有独立的经济条件 独立的事业和家庭生活条件吗 您个人 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还没达到 所以说我照顾不好打 不是我不想过 有些东西我也没能力过 小陈你好你好 我也是一个观察员 我们年龄相仿 因为我们是同龄人 在这个事情上呢 我给你几个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今天你刚刚说了 现在经历了这么多 你也开始成熟了 也看明白了很多事情 那我觉得 尤其是对女儿这一块 原来的事情 我们先不去再去多想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可不可以拿出一些 和原来不一样的这种状态出来 重新的去慢慢的修复 你和孩子的关系 修复孩子在从小缺失 父亲陪伴的时候 那个心里的创伤 我觉得如果今天你说 我成熟了 我能够可以像一个男人一样的 重新的去掌握我的生活了 那么就应该先把我们 曾经缺失的东西去弥补回来 对 我是观察员 我有个问题 特别想问一下你 你前边的这个情感 听说是没有打结婚证的是吧 对 请问在你的内心 你是原本就认定了说 这个就是我的婚姻 还是说反正也没有打结婚证 本来就是同居的关系 在你的内心 你是怎么认定 你跟你孩子妈妈的这层关系的 你前面肯定也是认为是一段婚姻 如果你内心原本就认定了 它是婚姻的话 那我会考量下你的婚姻价值观 我也希望你自己思考下 自己的婚姻价值观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小陈你好 我是观察员五月 我问一下您 如果说在第一段 你认定了是婚姻的 这样一段情感里面 为什么你们有这个勇气 去来站出来 勇敢地去面对 第一段感情的女主角 然后呢和父母一起商量 或者说哪怕你们自己 小两口独自地解决 给她一个非常好的 安顿她的一个去处的方案 让你的内心 降到最低 他们没有人愿意好好地跟我讲 不 有时候我倒觉得 有时候可以不关父母 是你独自和这个女人 面对面 现在不是我 现在是他们一定要掺和进来 而且那个女的跟我私下 两个人她不愿意跟我谈 一定要牵扯到我父母 就是说一定要我父母在场 我跟她说了好多遍 她就是不理我 她说我们两个人没什么好谈的 她说要么叫你们父母来 就这样 按照小陈在电话中的说法 她今天纠缠不清的情感状态 主要是小杨造成的 如果不是小杨强烈要求她父母 介入到他们的情感纠葛中 他们之间的问题也不会如此复杂 很可能早就分手了 这对所有人来说应该都是一种解脱 那么小杨为什么在分手的这个问题上 非要公公婆婆介入呢 自己的丈夫出轨十年 她就是不愿意放手 她等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明天的节目中您将看到 小杨在电话中表达对公公陈先生的不满 你怎么看待就是你公公的态度和做法 我公公跟我明确讲了 他就说要么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表达自败 要么就是时候给儿子败 反正是要给儿子败 他说还不如现在给他败 你是说公公默认了儿子的做法 对对默认 观察员站在不同的角度 解读这起复杂的调解案例 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一个人的三观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个女人缩在无望的婚姻里 赖在绝望的情感里面 不声不响 不去作为 值得歌颂我 面对不同的声音 调解员胡建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情感我们都会说没有什么对错 那我们就要看到 你的儿子的情感究竟有没有对错呢 因儿子情感问题前来调解的陈先生夫妇 最终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请继续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